你当然也可以拿去什么美甲护华 当然也可以拿去看能不能长头发 强调什么都能用 行政院长苏贞昌欣赏火线 公布最新振兴方案 三倍刑 为什么叫三倍刑 因为让你一千变三千 振兴三倍刑 希望更辨明打出三加一自由选 三大数位消费 信用卡电子票证行动支付 累计消费达三千元 将获得两千回馈金 那你下期的账单就直接等于刷退两千 那如果是电子支付的话 如果它后面是你的银行账户 它也就直接会两千块进去 那电子票证的话 我们现在也还在研发一个技术 就是说不定你可以在ATM 提两千块的现金出来 这个对我们这种老人好像很麻烦 不太用这个什么手机去 不会操作嘛 不会用别担心纸本并行 就像口罩2.0 拿健保卡到超商预购 或直接邮局购买 面额分为两百五百元两种 消费不找零 低收入户则是直接将一千元 汇入户头里 但民众常使用的电商平台 竟被排除在外 花到交通费 花到时间 可是你网路上就收支点一点就好了 会有一点可惜 提供了这些回馈 然后另外我们就是搭配信用卡 在刷卡 新增院认为电商受疫情影响较小 不在振兴范围 电商平台自立救济 推出更多优惠 大概上涨了三成到五成 产业链的关系可能会出货速度比较慢 寄出这个优惠的话是希望说 让民众可以用比较优惠的价格 在网路上订购 全台拼金季刺激消费多管齐下 振兴三倍券 7月15号正式上路 使用到年底为止 渴望创造千亿商机 在新闻周诚登音中 台北报道 优优独播剧区